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己的卫星被对方打下来了 没有卫星的话 那我们的很多战法就没法展开了 那如何保证自己在战时的卫星的安全呢 目前来看呢 有两种思路 一种思路呢 那就是我发射的多的让你打不过岸 这个思路比方说星面卫星 这个轨道上给你撒几千颗 你打吧 你打下来一颗 我再往上发射50颗 而且我的这个卫星的成本呢 比你的反卫星导弹要低得多 最后你耗 你是耗不过我的 另外一种呢 那就是快速响应发射 也就是你打下了我一颗 我可以迅速的再补一颗上去 这个呢 是对于高价值卫星的 也就是说 我可以保证我的卫星时刻在头上 目前在前面一条路上呢 美国走在了前面 因为要发射大量的卫星到太空 是需要低成本进入太空的这个技术的 美国的这个太空探索公司 那它是用这个可回收火箭实现了这一点 我们中国呢 这方面呢 也是在紧紧的追赶 可能在2030年之前 我们的可回收火箭也可以发射了 到时候呢 中美在这方面的竞争呢 可能会更加激烈 低轨道太空上 肯定撒满了中美的各种卫星 但是呢 光靠低轨道卫星 有时候是不够的 比如这个战略级的通信卫星 往往是放在这个地球同步轨道上了 这个轨道上的这个卫星 如果被击毁的话 那么它的影响就非常的大 此外呢 还有在中轨道上的一个大量的卫星 它们都各有各的用处 因此啊 这个光靠低轨道的这种大量的撒土豆 是并不能够完全解决这个问题的 于是呢 这个快速响应的这个发射啊 就进入到了各国的视野 最早搞这个事的呢 是美国 美国呢 是用和平卫视这个弹道导弹 改了这个米洛陶这个火箭 用它来实验快速响应发射 而且呢 还是成功了 只不过呢 美国后来发现呢 这个成本呢 还是太高了 在自从这个太空探索公司出来之后呢 他们就逐渐的放弃了这一条路 但是美国放弃了 中国没放弃 于是呢 我们就得看到 中国除了在研制像长征5号 长征7号等等新一代运载火箭之外 我们还在研制很多固体的运载火箭 比如说快舟一号 比如说长征11号 甚至呢 还有长征6号 这种液体的快速响应火箭 我们都知道 快舟一号呢 其实是东风21弹道导弹改出来的 它是目前我们中国 这个所有的这个火箭里面 响应能力最强的 因为我们知道弹道导弹嘛 它不需要加入燃料 这个固体燃料的 点火就能打下去 而快舟一号 为了突出它的这个快速响应能力呢 平时就会把一些固定型号的卫星 跟这个导弹 完全的就是绑在一起 需要的时候竖起来就可以打 这是我们这个固定的 这个卫星发射的一个应急措施 而长征11号呢 是东风31导弹改的 这个也是固体火箭 所以它的响应时间呢 也很快 不需要加入燃料嘛 但是它的卫星呢 并不是跟火箭 平时就绑在一起 而是在战时的时候 需要发射什么 再装上去 然后呢 再把它竖起来发射 响应时间比快舟一号 要稍微慢一点 但是慢的也不多 但是它的灵活性 却大大增加了 只不过呢 固体火箭用来发射卫星呢 成本还是非常高的 因为固体火箭的比充 比液体火箭呢 还是要低的多 所以呢 他们用来那个应急没问题 但是在应急和低成本发射之间 还可能还有一个 这个空间是需要填补的 那就是不那么应急 但是也比一般的火箭 也急那么一点 但是呢 我们还需要低成本 那么怎么办呢 我们还有长征六号 这个长征六号呢 是液氧煤油火箭 它呢 也具有应急快速发射能力 它呢 可以在一星期之内 把需要的卫星发射上去 中国有了这三款火箭之后啊 那么我们中国的这个应急卫星 发射的响应体系呢 基本上就建设的比较完备了 从最快的 到稍微慢一点 低成本的 我们都有 而美国那边呢 看到中国这边 这个技术发展起来之后呢 也有点着急 于是这个NASA呢 想复制这个太空探索公司的成功 也想通过民用公司 来重建他们的快速响应发射能力 只不过呢 这一次啊 NASA遭遇了惨败 它扶植的三家民用火箭公司 纷纷的都失败了 可见啊 在这个快速响应方面呢 由于它的这个成本很高 没有什么商业价值 所以呢 光靠民用这个公司呢 是搞不定的 还是得靠我们这个国有企业 才能搞得定 因为他们是可以不惜成本的 所以中国在这方面呢 是有优势的 即使我们的国有企业的成本呢 肯定也比美国的那些 私营企业的成本 也要低得多 而我们呢 号召能力 响应能力 组织指挥的能力 更是美国那些公司 没法抵択 这个差距啊 看来美国啊 赶不上 这就是中美这两个国家 一个基本的竞争的形态 好 这个话题就留着这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访问》 我们面里面 下一期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